新的精神科治疗 阿珍請進來 過來阿珍 我們介紹給你們聽 這個新的精神科治療 我們經常聽到身邊有朋友有抑鬱症 或者是長者有老人之外 傳統來說 我們都是靠心理治療 又或者是藥物治療等等 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吃藥 有些人吃藥之後 可能會出現一些副作用 或是腸胃不適 甚至乎其他更加嚴重的反應 如果有些長者 他們更加可能因為吃很多不同的 譬如糖尿藥、血壓藥等等 如果再多吃一種藥 就加重了他們身體的負擔 醫生其實我們身邊 越來越多發現很多長者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現在是年老化 我們社會開始 年紀大的人會多了 看到很多長者 慢慢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沒有以前那麼精靈的 又看到好像有些退化的感覺 當然也有些情況就是 有些老人家已經在用藥 看到他可能發現了 他有些認知的問題 但他同一時間又在吃高血壓 又在吃骨藥 又在吃腰骨痛 吃不新的糖尿 都很大的負擔 很辛苦 所以現在有一些新的科技 我們叫做腦刺激 腦刺激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很高頻 很強力的磁力 直接去刺激他的腦細胞 這樣就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 John 我有一位病人現在接受治療 不如我告訴你 這個過程是怎樣做 John 進來吧 這位先生之前確診了認知障礙症 最初他過來我的診所 接受這個診治的時候 和他做了一些身體檢查 驗了一些血 和做了一個電腦掃描 發覺腦裏面真的有一些認知障礙 我們叫阿爾士痴害症的一些象徵 之後就和他開始了認知治療 他做了幾次了 慢慢的成效都不錯 我現在將過程介紹一次 告訴你怎樣做 事先其實電腦已經儲存了 病人的磁力共振的影像 現在我第一步就要幫病人定位 透過一個儀器3D的影像 去告訴電腦腦部的方位 第一步我們就要透過一個3D的視像鏡頭 告訴電腦 鼻尖的位置 然後就是左耳的位置 然後就是右耳的位置 最後就是微深的位置 透過這些簡單的幾步 電腦就會知道病人的機器和腦部之間的距離 我們首先就是需要透過定位鏡頭 將儀器放置在病人需要治療的位置 好 接著我們就會開動機器 接著畫面上面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在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機器相應 發握到電腦自己的訊號 去擊掘它們的屏性 好 接著畫面上面就會出現一些問題